本来一个大口业要剁大豪角的语言 让你现世得五年口腔癌 这不错了 所以你现在怕苦 那以后更苦 这个口腔癌会让你更紧紧 更有空性 因为没有空性你就苦 你要一直死为空性 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着第十就是第二 段称会 看着经文 实则存云无存 根尽源容 无罪所对 难令一切愤恨众生 立足成灰 这是段称会 存云无存 根尽源容 无罪所对 这三句还是讲官罪幕自己的揪因 因为 完全 纯粹 反观 反蚊之性 那么外面的沉浸完全消失 所以存有 反蚊的 这个阴生 没有外境的 沉浸的阴生 所以存云无存 那么到了 像官圣 在这个时候已经根尽源容 根 六根 尽 六成 曾经已经到源容的境界 内根 外成 源容无碍 而且他已经六根 服用 那么既然是根尽源容 那还有能对 所对吗 就没有能对 所对 所以叫做无罪 所对 无能对 无所对 他试过这一句 就说明他无能对 无所对 既然无能对 无所对 就能实力 一切众生 所有愤恨之心 都能够消失 离取一切的称慧心 称慧 是因为 有能对 所对 假如没有能对 所对 称赫心 是起不起不来的 通途的 对治 称赫心 是修慈悲观 修忍弱 来对治 现在 修观音法门 不用这些 您只要称观世音慕散 常念恭敬观世音慕散 就能离去称慧心 也许 我们学佛子人应当这样说 凡是动 称慧心 赶快 详习观世音慕散 好好的下功夫念 观世音慕散 大声的念 那么大悲观 宣布他 念他几句 称赫心就要消失了 因为称赫心都是有罪的 如果没有对方来骂你 你的称赫心不会起来 我从前在斯托山 我是七岁去 我曾看到这个 当时有一种 很有意义的表现 里面有一位女士 名字叫做秀果 他精神有不大安定的情况 精神有点毛病 他有的时候 如果有人对他不好 他会骂人 有一天 方丈后让 我的施工楼进楼上 看到这个秀果是在哪里骂人 是跟人对骂 他就去劝他 他客家人 秀果是 你要洗屋面 秀果是怎么说呢 积天洗屋面 积毛洗屋面 咱来不洗屋面 懂不懂啊 他说对方先骂他嘛 先动屋面 对方先骂他 先动屋面 那么既然他骂我 我就要骂他呀 他不骂我 我怎么会骂他呢 这就是有罪 有难罪 有所罪 所以这个称恨心 假如你把那个骂的文字啊 把它分开来 骂 不可断 例如说 你骂人 这个人的坏东西 坏字出来的时候 要这个冬字跟着出来 那么有冬字没有坏字 有西字没有冬字 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 怎么成骂呀 骂就不成了 无论骂的什么话 你把它分开来就没有死 这就可以对峙称恨心 那么现在呀 很简单 面观顺慕他 面观顺慕他 能对峙贪欲 也能对峙称恨 接下来 第十一 对峙这个余思 十一则 萧陈宣明 法界身心 犹如流利 浪彻无碍 能令一些 分顿心脏 诸欧天家 勇离痴岸 这是离余思 第十一 已经把所有的 陈老烦恼 完全消尽 把无名宣传 成为罪名的 这个真入自信 此方法界 所有连自己的身心 通通都洞彻无碍 像流离 流离是比方 流离是内外透明的 那么像观众们的阴帝这样修行 内外都是已经通车 因为他已经成佛 没有一切烦恼 就是根本最低的无名也消失了 所以他能死定一切众生 所有的分顿心脏 分顿 分就是建火 顿就是私火 就是建火八十八十 私火八十一瓶 就是分顿 信账根本无名 这个根本无名的轮回上是根本 这就是在信中所取的障碍 必定要把它消除 诸欧天家 欧天家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叫做无善心 无善心 没有善心 所有没有善心的人 那就显示这个人呢 就是跟这个断上 跟人已经差不多 最严重的这种无名情况 都能够使他消失 永离痴岸 永久离去一些愚痴和岸 无名是暗的 黑暗的 由智慧光明 黑暗就消除了 千年暗失 一灯能破 无量进来的 龙徽生死的无名根本 只要你修持观音法门 就能破除 所以你要求断鱼痴 消除无名 而成为智慧光明吗 修观音法门 一观音法门修行啊 就能够得智慧 所以如果你求得智慧 要求智慧 要消除烦恼 最好多念观神不散 修观音法门 举几个市政来做参考 宋朝 北宋 宋朝宋神中时代 有一位老人 老修行啊 他的名字叫做崇喜 崇福的崇 欢喜的喜 这个崇喜这位老修行 他没有读书 不认识字 连一二三四他都认不得 那么因此他又发生出了家 那么又不认识字 读书都没有办法 看经也没办法 因此啊 他的师父就教他说 你呀 每天要拜观神不散 专修观音法门 念观神不散 拜观神不散 以此为日控 你的工作做完了 就专做这个工作 专修观神不散的法门 他这样的下功夫大概有十几年 不断的经济努力 有一天 突然之间啊 他所有的文字他都看得出来 都能认识 经文一拿来一看 人教他 你念解他经 他就会念 而且他会做诗 会写文章 这是完全不认识字的人 修观神不散的法门 由此而开智慧 他的智慧开了 而且记忆力很好 所有的佛经有人教他 念一遍给他听 他就能记得 从此就不会忘掉 观神不散的感应送里面有记载 另外 另外也是宋朝 宋朝太昌的地方有一个海宁寺 海宁寺 海宁寺也是有一个修苦工的 出家人 完全不认识字 也是专修观神法门 后来看经人一教通通都会 都能认识 那么这种情况都是由 宋寺观神不散开发的智慧 还有一样是宋朝到高山传第四集里面记载 有一位叫做子音的出家人 他的字号叫做绝印 他一生专修观神法门 但是他本来很顿根 看书都记不得 虽然识字啊 看了就忘了 不能够把它记起来 因此之故 他也是专修观神法门 修了十几年下来 有一天晚上 他在睡梦中 看见百一大师 就是观世音末沙的化身 百一大师 穿百一服的这位大佛萨 用琉璃杯 装一杯水 给他喝 他说你把这一杯水喝下去 那你的智慧就会开 烦恼就会消失 那么他很恭敬的 从百一大师手里接下来 一杯水 梦中把它喝下去 好像甘露灌顶啊 全身清凉 非常舒服 醒来的时候 觉得全身都是愉快 从此之后 他所有的经论 过目不忘 那么他是跟这个 远通法秀法师 弹师出家 后来就在 后来就在 远通法秀 坐下 这个 参常开悟 那么他到了 宋哲宗 宋哲宗的时候 就是 西级的 1090年 才入面 这是 这是指法秀 那么当时 法秀 禅师啊 六十四岁 那么这就显示啊 修观世目上的法门 能够使人 开发智慧 所以 如果 自己觉得我很愚痴 或者是文经记不得 那你最好啊 多拜观世目上 多修观音法门 由此 他能够使人 消除烦恼 开发自己本有的智慧 智慧不是新生的 都是自己本性中 本来具足的 现在不起作用啊 是因为你的烦恼障 特别重 烦恼障重 烦恼障重 把他障碍住啊 因为无名太后 这种啊 他开发不出来 所以本有的这个 所有的智慧 不能显现 只要你 认真修行 修观音法门 就能成就 这就是 离三读 堪称是三读 由修观音法门 都能 把它 扫掉 开发大 本有的智慧 前面讲过 离三读 这下去 是满二求 那么离三读是九识十一 现在第十二 十二则 荣行符文 不动道场 射入世间 不惯世间 能便使方 供养 为称诸佛如来 各个佛便 为法王子 能令法界 无职众生 欲求难 则 战胜福 的智慧之难 这第十二 就是跟第十三 就是满二求 普门品里的满二求 就求男的男 求女的女 由此叫做满二求 这第十二 就是求男的男 从各个佛便 为法王子之前 都是宣明观 什么的自修成的修营 荣行符文 荣是原用 众生 都不能原用 都被分割 六根上学分割 何况 何况是身心灵 菩萨 他 已经是 正道 果的 究竟 所以 他的身心 是原用的 因为 他修 而根原通 恢复 本有的 稳性 清净庄严 没有 难拧向口 可是 他是 可以 随顺众生的 不动 道常 就是 他在 自己的 常 济 光 定途 如如不动 他又 能 不动 道常 而涉入世间 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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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遍于一切世间 大家都可以订阅啊 在世间法上 随顺世间法 因为他能随顺世间法 所以不坏世间 不会把世间上 是是时间 再是空间 在这个世间预报的空间 时间上 他不会加以损坏 就是顺住世间法 他 众生所需要呢 他可以满他的心愿 所以他 在菩萨本身 能变十方 供养 围成 诸佛如来 说 观世音乐在修音的时候 他能够周边到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使方诸佛 都去供养诸佛 不是供养一尊两尊 而是供养围成素 因例围成算一尊佛 供养净围成素 无量无边的佛 他一一都能如法供养 而且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 法王子就是不善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菩萨继承佛的家业 好像国君的太子一样 所以叫做法王子子 在维生诸佛 他所供养的诸佛当中 他一一都可以做他的法王子 来继承佛的家业 来弘扬佛法 那么因此之故啊 他能够使命世间一些众生 随顺世间法 让众生守求啊 使他都能够满冤 所以能力法界无知众生 欲求难者 诞生福的智慧之难 因此他由因地成为等级菩萨的大法王子之孤 以这个功能加倍世间人道众生 法界总值十方式法界 使你一些众生 如果世间人 没有儿子 家里没有儿子可以继承 那么向菩萨要求 加倍 所以无知众生啊 欲求难 你希望生一个男子 那么向菩萨要求 就能诞生福的智慧之难 并不是叫他生过男孩子就算了 而且这个男孩子又有福德 有福德 有智慧 这个可不简单啊 有福德 有智慧 福慧二言就成佛了 现在这个男孩子是有福德的 有智慧的 生了这么一个男孩子 哦 那你的心愿毕竟是非常圆满了 因为在世间法上 纵然有个男 男孩子 假如这个男孩子 不理想 有问题 或者是甚至成为问题少年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必定要 让他 生一个 又有福的 福分很高 而且他又有智慧 智慧庄严 那么这种男孩 如果他能生到一个 那他就心愿很满了 所以世间的观世姆太相当中 有一种的是送子观音 抱着一个小孩子 百一大字 抱着一个小孩子 送子观音 你如果就求这个送子观音 他就会送个儿子见你 因此在历史上 有许多 有修观音法门 求观世姆 而得到 这个很宝贵的儿子的 在原音法师讲义里面 讲到这里 就是到第十二 求南带南的这个地方 原音法师他自己说 他说他也是他的父母 向观世姆沙求得的 也就是说 原音法师 他怎么会 有现在的福的智慧 因为他还没有生之前 他的父母啊 就向菩萨要求 他是由求观世姆沙 而得到的 因为原音法师 他是福建的吉田县人 他属性姓吴 他的父母啊 说他的父亲是牧商 做书母的生意了 年龄已经三十五岁了 又生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可是没有男的 过去一向 一般人都是重男轻女呀 如果没有男孩子 生了一个女的 他说他没有男的 没有男的 所以他说是希望求一个男的 而他的父亲三十五岁了 还没有个男的 因此他就向观世姆沙要求了 能够生个有福端的男子 所以后来 原音法师就生下来了 那么这是他 也是观世姆沙 输给他的父母的了 不简单 看看讲义可以知道 我不自己说 自己看讲义吧 你看看这一段就知道 原音法师怎么样是生下来 长大以后又如何如何 他自己有很长的文字说明 差不多占了 将近要两面了 这是说明 原音法师 他祝这个任言经讲义的 他也是观世姆沙赎赎给 赎给他的父母的 历史上 明朝 明朝末的 这个 汉山大师 汉山大师 汉山 汉山大师也是他的父母求观世姆沙而生的 还有明末听出 专一大师 成为散 散 散击道人 他经常在露天 打散 在哪里打坐 人称他叫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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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一大师 也是他的父母求观世姆沙赎而生的 我最熟悉的 欧一大师 欧一大师 我的缘分最深 为什么 我说的很奇怪 虽然距离三百几年 他是明末听出 他到了清朝 才入灭 他入灭的时间 刚我出事的时间 日期相同 我觉得很奇怪 不过 当然距离很久了 但是值这一点 好像我的缘故就特别深 出家以后 对于欧一大师的著作 我最喜欢 所以我在山上的时候 我就把欧一大师的全集 只要能够收到的经理论诸前 所有的文字 我都把它请得来 很故意 我买一部木板书 十本的 那个时候的新台币 旧台币四万块 换一块 没有多久呢 一部十本的木板书 那个时候七百块 七百块 四万块换一块钱 以后没有几年 七百块 不得了 我经常是把吃药的钱 省下来买书 所以我的木板古书很多 那么我最喜欢的就是能买到欧一大师的著作 那么我当时在请到林峰中论之后 我把我自己的小毛孔就叫做小林峰 后来都出了家了 都当了大和尚了 成为一代祖师了 这样子做父母的人 如果觉得将来生下来的孩子还是出家 他无干无干擦不着呀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在儿子 不在儿子 都后来一会ur 99% 和海渎 这首职位是他们奏得的 什么好 피� Politik 别让我 na 苹果 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法立身 弘扬正法 利益众生 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红法立身的原则 而不断地在运转 透过各种的管道 包括卫星 电脑 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 弘扬佛法的工作 所以希望各位 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 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 每年一万元台币 或每个月一千块 不断地来护持 不断地来推动佛法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成就一切诸善法 弘扬佛陀 般若志 华博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관�iner